今天的增加的个案数跟上周二上周相比是增加了28.6% 单日新增个案数46795例较上周同期大幅增加 也是83天以来新高 庄人翔强调除了每周二周三本来就是当周新高 中秋三天临假的个案数也可能反映在周二 因此要再观察 从县市来看新北9618例逼近五位数 其次是台中6081例 台北5619例 六都其他的桃园台南和高雄也都在3000例以上 而单日新增死亡17例都超过50岁 没有儿童青少年或较年轻的重症和死亡个案 重复个案的认定就是说只要用快筛阳性 然后有搭配这个症状新的症状的情形 就可以经过医师来评估认定 不需要说再跑到医院或急诊去做PCR 国内目前累积1.4万例重复感染 为了避免增加急诊医疗负担 指挥中心也重生 前一次确诊后一到三月内症状恶化 或是超过三个月 无论有没有症状 只要快筛阳就能判定二度染疫 是不是会接下来在下旬就会到达这个高峰 那这个是我们观察的这个重点 那在同一个时间我们也没有停下脚步 日本已经开放台湾人线上申请签证 也传出十月会进一步松绑开放自由行 指挥中心强调台湾不落人后 目前已经在讨论机场筛检取消后的替代方案 路径区检方式的改变 放宽入境总量管制 自主防疫的调整 还有全面恢复互惠国家免签跟开放旅行团 但指挥中心没有给上路时间表 至于不少民众引颈期盼 第一次继打次世代疫苗 指挥中心表示 最快本周到货 除了前两期开放年长者 和50到64岁高风险族群 第三期50岁以下健康族群 应该不用等到年底就能接种 TVB圈众报导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